今天教大家煮的健康菜式是很多香港人都喜歡的懷舊缽仔糕 今天的份量可以煮到10件缽仔糕 材料包括煎米粉、红糖、红豆、陈皮、清水和植物油 植物油可以用花生油、芥花籽油或者粟米油等等 首先将3杯清水倒入锅里面 然后将已经浸了1小时的红豆隔水 放入锅里面 再放入陈皮 一边煮一边搅 用慢火煮大概1小时 直至红豆变腍 红豆煮軟后 将红豆倒入锅里隔水 拿走陈皮 将75克脂米粉倒入大碗 加入半杯清水 加入半杯清水开成粉漿 将60克红糖加入预先煮滚的半杯清水 煮至糖完全溶解后熄火 将糖水倒入煎米粉浆拌均匀 加入红豆腍搅拌 加入红豆搅匀 加入1茶匙植物油搅匀 搅匀 把小碗放在蒸籠上 然后平均注入粉箱 大火蒸约20分钟 蒸到全熟就吃得了 这道菜式的营养分析 以一人份量计算 是热量69千卡路里 碳水化合物14克 蛋白质1.1克 脂肪0.6克 胆固醇0毫克 是热量3.5克 适量4.6克 5.6克 1.2克 1.0克 1.1克 3.5克 2.0克 2.0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